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约快上观众大家好 中国人在美国已经落地生根 在各个行业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访一个家族 看他们在20年期间 如何由一个买二手餐馆设备起家 而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美国生产制造商 华人餐饮业在美国 仍然是中国人维持生计的主要行业 而商用冰箱也是饮食行业中 不可缺少的生财工具 有敏锐的市场触角 专业的技术 以及家族同心协力 李氏家族创办的Leader商用冰箱品牌 不单只是业中的搞搞者 亦都是中国人在美国创业的成功例子 Leader商用冰箱公司的成功例子 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 在美国创业的一个成功例子 今天我就请到他们的负责人李先生 和我们讲一下他们公司的成长过程 李先生很多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你好,Jan 李先生,你可否跟我们讲一下 当初你们怎么创办这个品牌呢? 创办这个品牌呢? 可以说是偶然的 亦都是因为理想而令到这件事可以得到失衡 是,那当时是什么环境之下呢? 我们一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 发现大多数的中国人 他们都是做餐馆、做衣厂 那些工,比较辛苦的工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们是在美国这儿 一直都做开冷冻设备的维修 发现就是说 原来二手的餐具市场 没有中国人做的 而且这个生意又多好 于是乎我们几兄弟就决定了 不如一起开一间二手的餐具 冰箱、设备、买卖 于是在1989年的下旬 下半年就在包里街 开了一间二手买卖的专门店 李先生,我相信你们的二手买卖一定做得很成功 那是有什么让你们再开一个新的行业呢? 在我们做二手买卖的过程之中 当然生意是非常之好 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独家中国人做的二手买卖 而中国人开餐馆的很多 所以生意就好得不得了 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买卖的过程之中 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机会 就是说 新的雪柜的需求更多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又考虑 因为我们的哥哥 在香港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制造雪柜的经验 而他们在这里又修理雪柜 维修 以及安装 都很有经验 在这个情况下 不如我们自己再开一间 就是这样 我们就夹手夹脚 1992年 大概九月份 我们就 新的Leader 商用雪柜公司就成立了 你们的创业的经验 就好像很多 我们中国人一样 就是 就是家族的 各人拿出自己的专场 一起来做一个事业 是的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 我大哥的经验 非常丰富 所以 几乎所有的设计 厂房的布置方面 都是他一手一脚搞出来的 我们就做同旁协助 对外多数都是我去负责 另外有几个哥哥 就在工厂那里做技术上 和生产上的管理 我们是 叫做 土生土长的 港州人 由于这样的原因 当我们工厂发展到一定的 程度 产量需求比较大的时候 那我们就回到 广东 肖庆那里 去投资我们的 一个新的厂房 大概有20万平方尺 左右 来生产这些产品 运过来美国销售 李先生 你看看你们的公司 不单止是 在美国本土出发 然后在你们家族的经营之下 变成了一家国际性的公司 可以这样说 而且我们的目标 也是向着这方面去发展 希望越做越大 希望本来是可以过去加州那边 开发新的厂房 公司 一直在计划 但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关系 也使得我们会改变了我们的想法 又不一定要去那边开厂 透过网上的销售 各方面来去 使我们的产品销得更远 你看看 产品的设计和商业的手法 都要与时并进 李先生 你看看你公司 发展到今时今日 都要适用互联网的优势 来不断发展自己公司 李先生 当初你们自创品牌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借鉴当时的环境呢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说过 因为我们有很丰富的 冷冻设备的维修 安装那方面的经验 我们知道了 产品里面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我们就不要它不好的 而利用我们的优势 比如说一些简单实用的 控制系统 容商系统 还有那个 冷冻流量的系统 各方面 我们都有我们独特的一套 所以我们的产品 在价格上 和质量上 我们都有优成 唯一一个 不能够跟别人比的地方 就是 由于我们不是 真的很大规模的工厂 与一些名牌的比 那外形方面 是差一点点 但是 那个实用方面 绝对跟他们有得揮 我们可以跟他们 开一些比拼会 都可以 那你们的产品呢 在竞争上的优势 就是很多了 这个当然了 因为我们 那个 刚才说的设计 各方面 我们都是为我们的顾客着想 不该花的钱 我们不会花的 那些花巧式的 那些 那些摆设 我们也不做下去 所以我们的产品 是深受欢迎的 你可以看到 纽约市 各大的超市 产品 很多中国人的地方 你看到我们的产品 我们中国人 要开餐馆 开店 开店 那些 的 course 这个是值得 我们人而骄傲的地方 刚刚说过 你们善用互联网 那互联网 如何帮助你的产品销售呢 因为互联网呢 令到顾客很容易在网上看到 我们的产品的图样 我们的说明 各方面 所以他们就向他们当地的 这个DNA去购买 那 因为这样 我们的产品 全国到处都是 加拿大 南美 甚至乎世界各地 都有人要求去买我们的冰箱 打包 远洋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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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先 其实我们公司一直都以顾客第一 质量第一为宗旨 产品就以冰鲜食物 温暖人心为主题 而且处处为顾客着想 时刻为顾客着想 是 我祝福你们公司 越做越多 越做越好 成为世界的Leader 多谢多谢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